各位马迷老友好,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11月3日 玩完快活谷日马,玩回正常快活谷夜马的赛事 不知道各位觉得上次快活谷日马好没玩呢? 雷文出了两条片,但那只行文流水被人撞一撞 言讯不甩,输少少就没东西说了,跑2-3-4回来 头场中了一条位置,有一只美丽欢夫被人问蔡若翰叫他不要放头 罗富泉赢马,蔡若翰叫他不要放头,你想你啦 另外,希斯那只开心威龙,走了外跌回来就说爆肝了 都是相当之失望和相当运气的 但是跑马都是向前看,跟大家做功课看看有没有马选择 星期三看看有没有运气帮下手 各位未订阅雷文的频道,可以免费订阅雷文的频道 Youtube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考虑加入小弟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去支持一下这个讲真心话,什么都讲的,看什么就讲什么 另外也是花大量时间去对付每一场赛事 认真去量度马的赛马台,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说到第四场,快活谷日马,第四场育成赛马 Leyman选择什么马来跟大家研究育成赛马呢? 其实这一只马在吕建威马房上季 Leyman已经在他临降五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留意他了,即是四班的时候 但是这一只马相当运气的,常常跑十几档 十几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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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档 都是相当运气的,而且这一只马体型比较小粒 上季都是970磅,990磅,都是很小粒的马来的 今季都是毫无进展的,都是1000磅左右 这一只马在吕建威那里,又不做什么特别辣的功夫 吕建威也不会做得很辣的 可以说是一只跑档位,跑形势的马 他最好有些步促,自己执的内档 不需要留得太厚 今季跑了两场,在五班赢一场赢两个马位 是让得相当精彩的,是用的时间上 和姿态上都是跑得好的 上次上去四班那里,但是收拾了十档 但是这只马也是跑得相当不错的 我觉得落败了回来,输两个马位 绝对是情有可原 因为他拍五班,是背一二八磅 上次上去四班,是一一三减十五磅 但是出门就要让别人一几个马位 入到直路也要左穿右插 回来输两个马位 今天条件又不同了,收拾了一档 看看这一只辣得嬌 在上季在何宅瑤的跨下 执的十档,如何开齋 另外他试过十一档,在波建史跨下 他就像一档那样放在内篮那里 跑过耿颈四 看看他开齋的那场,何宅瑤又如何去跑 其实这只马整天都是执的 档位形势比较差 前面快,有怪兽妈妈,中档位置 还有这只马神好 当时还是五班,对手都跟这一场完全不逃 紫色眼罩是天天自负 在后面内蓝米之红衣,大概第五 旁边那些都是除我来 前面那些好像叫怪兽妈妈 这只除我来 前面是沿途大包尾,一条直路就杀上来 在这里也要找一段位子 把马转到厘里,变下来 那些马車,冰箭邦邦邦的 其实其实这些对手都比较差 其實不是衝了很多 去到8-5米才打開 被他大板大板殺下去 在這一場 就可以為這隻馬開齋 當時的對手 真的很弱 但馬可能會有進步 上季 其實阿波仔有一場 一出閘很快黏在籃 我記得好像是跑第四 所以這隻馬只要說好位 其實是頗有衝刺力的馬 今季這隻馬 自從除了頭罩之後 除了頭罩只是戴眼罩 其實跑第八 首先是沙田賽事 另外 其實跑第八 還是輸兩個馬位 這隻馬可能會發揮上一些問題 但這隻馬又成長多一季 今季一出是騎鏈一齊開齋的馬 又是怪獸媽媽 當時只計算他的水準的對手 就沒得好好計算 合金王就贏了長頭馬 但其實他虧了萬步速 而末段是交得很好時間 這隻是辣得嬌 希望他今天撿回內蕩 又是不需要在這個位置 左攝右攝 讓了你這麼多馬位 始終跑谷草短途 今天希望他出閘要順利 先咬回中間的位置 回來看看他如何追 何澤堯哥哥 找個好位 麻煩你了 騎鏈開齋都好像是靠這一匹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以報速來計算 其實這場的報速是相當之慢的 他都可以在虧報速之下 交一段不錯的轉徑 可以超過其他馬 就贏成兩個馬位 但對手和今場當然不一樣 這裏抽出來 這隻小粒仔 一騎下去 其實都算是幾快有反應的馬 這裏勾兩邊 好像剛才那場 去到8-5米左右 勾幾邊 就交到他一股衝刺力 就贏兩個馬位 上次Layman都有選這隻馬 我說他減十幾磅 唯一是拼他的十檔 十檔一檔 今天差很遠 上回四班 對手完全不同了 一檔變十檔 有一個可以跟著好位 變成相當被動的跑法 大家一看見那條片 一出來已經讓了兩三個馬位 但是他末段 有意外之下 都是一路可以追 今天有出的 勇眼光 有雲來 和中複者 複滿寶再出都是近的 所以這一場馬 其實 他可以這麼多意外之下 和上四班 執拾十檔 交到這個水準 我覺得他今天還是輕磅 有一個一檔 都可以留意這隻 那德嬌 很高的 你看看 一出來 這裏 硬要撐上去 起碼讓了兩個馬位 慢慢 慢慢 要咬上去一點點 再貼上內欄 旁邊那一隻 都叫戰紅三千 戰紅三千 其實是一隻 落斑的馬 他是一隻 升斑上來的馬 雖然磅位當然不同 但是末段的衝刺力 雖然戰紅三千 兜外了 他就是兜入面 但是他有些意外之下 是跑得近的馬 可以說是S走位 這場的對手 就不同了 不過前面有運來 那些 放了一個萬步速回來 回來也不多 戰紅三千 霍雲星在這裏 就踩了 一會兒 用眼光 就撞到那隻福滿寶 那隻 勒德嬌又是相當被動的 真的要支麻開門 不要支支助助 何宅耀哥哥 用眼光這裏 一騎下去 好像那天第一次加個配備 突然彈得很厲害 這裡阻一阻 他就要打出來 打出來的 那隻福滿寶 不是 那隻中福者就走進去 他就要在這裏才拉出來 又是好像剛才那樣 他每次都是八五米才衝 你看他這裏 進了直路 那隻勒德嬌一篩進去 他進去 那隻勒德嬌 這裏打了下去 用眼光這裏要篩進去 一篩進去 用眼光這裏要篩進去 那隻勒德嬌 出回來 那隻福滿寶又走進去 那他又要再拉出來 戰同三千也有三班馬實力 那這裏 他都不會讓你戰同三千頂一 有這麽多意外 檔位這麽差 出閘又慢了 那這裏 讓你秀進去 那這裏 今天呢 就 撿回個好檔了 那這次呢 也有條件 他選這隻勒德嬌 那 上次我記得這隻勒德嬌 大家都知道 他贏馬又何宅堯 季初贏馬又何宅堯 兩場頭馬都是何宅堯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文不夠時間查 他上次找到潘明輝 我記得應該是何宅堯 當天應該是停賽 就找了潘明輝 想著潘明輝也是呂健威愛將 也是搏的 那他也是搏的 但是 始終他沒有了何宅堯 可能對這隻馬 騎法 流放 或者是做得不太好 這隻馬現在還是輕綁 這次呢 就配合何宅堯 其實 五班升上來 當然是有些隱憂 尤其是今天 有一些三班木利的馬 但是 我覺得 他也是有條件 跟對手去周旋 希望他一檔出來 可以咬住中間的位置 如果前面有些報速 看看 看看呂健威這隻 立得嬌 這隻小粒仔 可不可以順順利利找到個位置 讓他沖 沖一條直線 看看夠不夠對手周旋 希望各位可以免費訂閱 雷文頻道 雷文每次賽事 早兩天 包括陪律一日 和陪律之前一日 都有個雷文事前Live的節目 裏面有一個叫做陪雷文看試集的環節 有空可以進來吹水 另外 多謝各位會員朋友 以及 各位捧場的會員朋友 聽雷文呼籲 支持雷文 星雅級的朋友 首先多謝你們 另外捧場的所有朋友 雷文都要跟你們說一聲多謝 希望各位贏多些 我們來看見 既然我們要做某些 小粒仔 還有五分之中 再做某些 不斷的 我們要做某些 我們會做某些 有空的 我們會做某些 雷文 你不可以做某些